越南家具公司 新日牧业董事长霍佩全 有着很不一样的经历 柬埔寨出身的他 遭逢红色高棉统治 1979年随着父母逃到越南 在国际难民营度过12个年头 没有上过一天正规的学校 取得越南籍后 到平阳台资家具厂工作 7年前买下这家 濒临倒闭的公司 一路打拼 现在资产规模 已经突破千万美元了 回首那段难民营的岁月 货配权记忆深刻 人家过来的难民 集中在一个难民营里面 难民水就给我们一口 就九斤斤的米 给我们油 给我们水灶 给我们糖 我们也不准出来 或许是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 货配权除了柬埔寨化以外 越南化 广东化 中文都难不倒塌 在难民营里面是 就去老师的家学中文 我的语言学习能力比较强 所谓台语为会 台语为会 经过这几年的拼搏 新日牧业在越南的排名 已经在20名以内 现在更受惠美中贸易战 订单多到接不完 成长了7到8成 必须加开产线 扩厂来应应 货配权打算趁着这波转单潮 将公司发扬光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